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 海上集过渡代项目 是中阿有益的结晶 也是一带一路项目 春节将至这里的中国建设者们 依然是坚守岗位 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新春佳节就要到了 在阿联酋艾迪纳克海上集过渡代 作业项目中 大约有300名中国建设者 为了推进一带一路项目 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那么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 看一看他们在海外 是如何欢度春节的 在阿联酋阿布扎比港口 短暂停泊的这条海上石油勘探 双源阵源船 是东方物探探险者号 它刚刚结束了为期 210天的连续海上作业 靠岗避风 我们阿联酋海上项目 已经结算项目的尾声了 预计在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完成了项目的采集 负责运作艾迪纳克海上项目的 中国东方物探 海洋物探处252 253连队 有60多名骨干都是党员 他们常年坚守在海外 春节期间仍投入到项目的 后续作业中 无法与家人团聚 老婆 朋友好啊 我们现在做手工了 一会儿去跟爷爷一起贴对联 我过年也回不去了 你们在家过年的时候 注意身体啊 好 对于身在海外的工作者们来说 一顿出满家乡味道的年夜饭 是春节最美好的期待 这个是年糕 这个是枣花 它的预定是祝大家和日董工 和节节糕 然后这个是一个特别厂贝 然后这个是领域的楼门 会大家和顺风顺水 下期的年夜饭 年夜饭当然少不了 互生最高的饺子 船上的外国工作人员 也参与其中 暖心的活动拉近了 中外员工的距离 也促进了文化交流 船上这次呢 我在这个船上过年呢 已经有第八个年多了 借此机会呢 我想对我的家里来说 我们这里一些都挺好的 请放心 I know it's a very traditional 特别是新年 我在阿远族 阿连球阿迪纳克海上 及过渡代项目海外员工 以及许许多多的 一带一路海外建设者们 把对家人的浓浓思念 化作工作热情 在广袤的中东热土 书写着他们的家国情怀 祝中文国地民族观众 新年快乐 国家幸福 心想事成 故年大敌 米兰观众俱乐部 饮店观众俱乐部 营国伦敦观众俱乐部 营迪亚观众俱乐部 火尔文观众俱乐部 中国原赞迪亚第23匹医疗队 梦迪亚拉达卡观众俱乐部 在智力手工 圣地亚哥 我们在德兰 富尔新军 恭祝大家 新生快乐 富年吉祥 国家安好 富年大吉 结婚祖孙大道费人 富年万事如意 美满团圆 春节快乐 健康如意 2023新年快乐 家庭福 幸福安康 祝祖国 繁荣昌盛 祖国人民 富年吉祥 祝家人朋友 富年大吉 我爱中国 我爱中国